不开心的事情 真的 和我爸妈年纪一样大胆 我就把你们看 跟我爸妈一样的 就是说 一样的嘛 都是我的长辈 也有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 应该很少有比我小的看我嘛 我希望你们都是怎么说呢 你们都是一群善良的人 我相信直播间也是善良人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经历 然后也是很心疼 我说我随时怎么这么坚强 怎么这么乐观 我从来不会卖场 说自己好惨好惨什么的 我一直都觉得生活怎么样 我们就要去面对 再苦再累 硬着头皮 都会有一天有阳光的 也会发现有一道光照进来 对不对 我为什么在老家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大学毕业了嘛 然后就是我妈妈是 现在我妈妈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我出去上班或者是工作 我妈妈就一个人在家 所以我不想走远门 是90%的原因 是这个原因 如果我是一个身在 不用让我操心的家庭 或者很完美的家庭的话 我肯定会想去见见外面的时间 我想去各种 就是说给别人打工也好 或者说去接触别人 在那儿就是说工作呀 我去学习也好 但是我现在也二十多了吧 所以的话我就 因为女孩子以后嫁出去嘛 都会很少陪在爸妈的身边 但是我现在我妈妈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想的是 趁我还是个妈妈的女儿 不是别人的妻子 妻子或者什么的时候 我想待在妈妈的身边 所以有人骂我说 哎呀是不是假的 就是会不会是什么 就是不是这里的人 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发誓 因为我就是这儿小娘上的啊 我的户口 我的户口所 户口地址也是这儿的 今天有人 今天有人路播 是的 所以你们以后一万三千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你们点这个关注 只有这个号 我会直播 只有这个号是我的 其他那种假的 你们看见都可以举报 对 因为我怕你们被骗了 因为现在坏人太多了 我怕他们私信你们 说然后用我的头像 或者用我的名字说 叫你们拿这拿那的 所以我不会 从来不会私信谁的 我也没有卖首饰这些 也没有卖这些东西 和你们聊聊天 对 你们不要关 不用关注太多的 别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相信你 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目 谢谢啊 非常感谢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有你们 我才会更加的坚强 才会更加的对这个生活 有信心 我以后就说不忘初心 我会加倍努力的 你的懂事让人心疼 我这样给你们说嘛 你们是不是很少看到我 就是说我愁眉苦脸 或者说很悲观的一面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有很难熬过的生活 我也真的是无助 我前两年我真的有一段时间 我超级无助 无助的时候我只会干什么 我不会在我妈妈面前哭 我只会在被窝里面哭 我哭了 好了呀 第二天 我一样的可以 就是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现在我有些时候 我会这段时间 我都觉得自己很累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 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 就是说很多都喜欢我 就发我的视频那些 我都能感受到喜欢 但是也又不喜欢你的 他会骂你骂得很难听 然后我又是那种很在乎 每一个人 就是说很 把你们的每个人都说的话 我都会听尽心里的 我就会难受 难受我就会 就会心里就会很难受嘛 叔叔就会安慰我 他说你要内心强大 你才会越来越优秀 才会越来越好 他说总有人喜欢你 总有人不喜欢你 你要让 你要看见的是喜欢你的 那一群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 你不是看那几个 不喜欢你的 对 所以的话 我现在的话就说 喜欢我的 就 就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不喜欢我的 也不要骂我 就悄悄地 走了就可以了 就不看我直播 就如果让你难受呀 这些对不对 就这样的 那个大娘商的那个什么 不是不是我的号啊 那个是假的 嗯 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了 对 做自己 我不去骂任何人 别骂我也不会骂回去的 因为 等他骂 骂舒服了 因为 骂舒服了 我就 我男子一会儿我就好了 我也不会骂别人 就 就做好自己嘛 嗯 因为 你如果 越多人喜欢你 就有一群人 不喜欢你 就一直 开号来骂你 很可怕的 吃完这个 就 九十六斤了 我就一直都 九十多斤 因为 我没有什么食欲 就 对 吃的这方面 就是 嗯 不知道怎么 胃壳不怎么喊 我就从来没有 大口 大口大口的干饭 已经 这几年我都没有 大口大口的干饭 有些时候累得很累的 我都不想吃饭 就这样了 我今天吃了 中午吃了半碗饭 今天中午吃了半碗饭 然后吃到一半 我觉得米饭好硬呀 我就塞不进去了 然后现在下午 我就烤一点土豆来吃 今天就这样 就吃这点 有好有坏 这就是自然贵欲嘛 对 我也看见了一群阿姨 还有姐姐呀 那些在维护我 比如说我的作品下 有人说我的话 很多阿姨 她们都会在那儿 帮我去说回去嘛 其实我都是看见了的 我不挑食的 但是我唯独 我就不吃羊肉 我妈妈 可能遗传我的妈妈 我妈妈也不吃羊肉 我吃不来 我觉得羊肉有一个 味道嘛 我喜欢吃蔬菜 所以很多人说 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的多 我头发很多 给手有点脏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头发 很粗的 就你们借我真人的话 我头发很粗这么多 我喜欢吃蔬菜 我不喜欢吃猪肉 可能是家里面 因为我们家自己养的猪嘛 就我们遗族年过年 也是杀猪 所以猪肉的话 就是经常吃这些猪肉 所以的话就 就这个 我喜欢吃鸡肉 就这样的 鸡肉的话 有嚼劲吗 我们这天黑的话是 8点 8点半左右 8点半 对 你们可以关注我 这个 点个关注啊 叔叔阿姨们哥姐们 对 这个好久是我真的好 我换个好就不理我了 谁呀 这个是谁呀 叔叔吗 叔叔说 叔叔在不在呀 我不知道他说的明天是好久 待会儿人家叔叔阿姨们等着 我不能让你们等着 问一下叔叔 问清楚 问清楚叔叔 明天是要去他 他说去干嘛来着 然后我很多人都 能不能唱歌 我吃了辣椒唱歌 不好听 每天都要给你们唱一首歌 黏叔叔 黏叔叔怎么黏 叔叔在吗 在黏他 不知道呀 好喜欢你啊 今天谢谢姐姐啊 谢谢啊 你们 你会来我的家 想玩 可不可以 来我的家 想玩 我给你们吃洋芋 还给你们吃鸡肉 你俩 是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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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 头像很漂亮的 叶总 头像很漂亮 叶总的话 叶总 你们叫他叶总 吃的 我的胃 火辣辣的 我问一下叔叔呢 人心美 人美心上 我也是很普通的 我不美 我问一下 叔叔不接 怎么办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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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阳光 谢谢啊 感谢你们 叔叔不接呀 没办法了 哇 嗯 叔叔可能在忙 叔叔不 不接 叔叔在开会 叔叔在开会 他肯定在开会 明天我要去他公司 他说 铃波打的 用户 我无法接听 没电了 连秘书 秘书和叔叔不在一起 喂 叔叔 他们都说叫我 免你 那我就开免你 那我就开免棋了 叔叔来了 真的吗 他们叫我叔叔他们叫我连你 你在忙吗 我在吃饭 我觉得 别吃了姑娘不卫生我吃完了 你还在直播吗 你还在直播吗 几年 他们说 他们说 他们想我了吗 他们想你了 谁想我了 你秘书 秘书和叔叔好像不在一起 哥哥姐姐们 谁 谁想我了 嗯 就是他们想你了 就只有他们想我了吗 对他们就是说 问你明天 要去那吗 啊 还有人想我吗 没有了 除了他们就没人想我了 对 真的假的 真的没有了 你发誓 哈哈 啊 发了 啊 发了 没有 我没听到 你要说我发誓 我发誓 你发誓什么 说完 发誓 发誓啥 他们说 呃 你们叫我打的 你们说什么呀 说什么 他们说 呃 他们说就是 呃 那个就是问你明天 明天 把你带去外边把你卖的 不是呀 说你明明天说 你刚才在直播间说的 叔叔 你说的说明天干什么呀 我说明天 把你 就带到我的上班的地方了带你去看一看 对啊 对吗 那你明天有时间吗 嗯 啊 那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明天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去哪里吗 去我上班的地方 上班的地方 你问一下他们可不可以 去参观吗 对 我带你去看一看 那你们说去吗 哥姐们 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去不去 去的打去 不去我就不去 叔叔你呢 这个呃 你们办公的地方在我们县城这个远不远吗 呃 可能开车要几个小时吧 因为你家太远了 几年 但没关系 我晚上我一定把你送回来 晚上去呀 我到时候你去了 我会把你送回家的 几点 他们说几点 晚上嘛 晚上吃了饭 我就叫我司机来接你 七点吗 啊 我叫他们来接你 可能到了那边 可能大概就七点到七八九点吧 这个时间 八点左右 八点左右吧 七点过 七八点吗 对对对 去你公司是去玩一下的意思是不是 对 那我明天我我就这样穿着来可以吗 那你明天 明天我答应了他们要开直播 明天你就穿漂亮一点吧 我穿漂亮一点 我没有漂亮的衣裳 我就这样穿 我就编头发 我每次我都不会 身上都不会有泥包的 我都穿得是 我会都很爱惜 就是 那你现在还在看直播吗 对呀 那你帮我问一下 一万五的人 你们 来咱们直播间 家人们哈 你们觉得明天 今天穿漂亮一点好吗 让我让他穿漂亮一点 你们觉得 觉得他该不该穿漂亮一点呢 我就这个样子去嘛 叔叔 行吧 都可以 我就穿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冷嘛 我穿这个羽绒服去 你穿羽绒服吗 不能穿羽绒服吗 可以呀 哎 可以 你就穿羽绒服嘛 你多穿一点 只要不要凉着 我穿羽绒服还是穿少数民族的衣服 嗯 要不这样吧 我穿羽绒服 你能戴上吗 你可以穿你新娘的衣服吗 你妈妈不是送过给你的吗 有一个 结婚穿的衣服 你们想看 一绒衣服吗 全套的那种 你问一下他们 他们想看就戴上吧 几年 你戴上了过后 呃 到时候就在直播间可以穿给他们看 对啊 我都从来没有穿过全套的一组衣服给他们看 我问一下嘛 来直播间家人的哈 因为我现在没看 我没看手机 我也没看直播间 就是说你们觉得 快两万人了 啊 让让几年他穿很好看的衣服好吗 让他穿个全套的 带你们欣赏一下 什么叫做美女 呵呵 你说穿我们民族服是吗 对对对 我就想啥哈 我就想带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世界上最美的 哈哈 长什么样 太太夸张了 啊 好不好 直播间的家人们 明天就带你们看一下 大家都看看 我们也 呃 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很少 我就只有上次看过他穿他结婚的那套 我看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 今天你还有其他的吗 我有遗租 我因为我有我们遗租的帽子这些呀 你有遗租帽子那我 你们要看我把头发披下来 还是呃 戴遗租的帽子呢 我觉得披头发的话 披 披头发的话乱糟糟的 我头发太多了 我过一会给你打过来 可以吗 好的 我在直播间等着哟 因为我现在和几个 他们就有几个其他的那种领导 他们都等着我 行吧 吃饭 好 嗯 拜拜 拜拜 哇塞 叔叔阿姨们哥姐们 你们不要关注绰号了 这个对你们这个地方点关注啊 我怕别人录播现在有很多脚号 你们记住了很多人还用我的这个头像 还有的话就是说名字也一模一样 你们认准哪个号呢 就是叔叔发作品 挨抖我的这个号才是 叔叔每个作品都挨抖了我 这个就是我真人 对 头发这么脏好看 对我 头发比较多 所以我就 就这个样子了 嗯 不要戴帽子 你们觉得我们 我戴那个遗租帽子不好看 是不是 头发披着 头发太多了 我头发特别特别多 我